同学们大家好 那么在上一节课我们就对这个线程词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学习 那么在这一节课我们就来实现这个任务处理线程 Process Freed 在这里面我们先来了解这个任务处理线程 它有哪些功能 它有哪些必备的一些元素或者是属性 那么首先就是这个任务处理线程呢 它需要不断的从这个任务对立里面取任务进行执行 那么这一个也是可以从我们前面所介绍的这个整一个实践的架构里面看出来的 我们的任务处理线程需要不断的从任务对立里面取任务并且执行 其次呢这个任务处理线程它需要有个标记 标记这个线程什么时候应该停止了 如果我们用户从外部去关闭这个线程的话 我们需要通过这个标记通知这个线程关闭 那么这个呢也是任务处理线程所需要的 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来了解这个实现任务处理线程 有哪些功能需要实现的 实现这个任务处理线程呢 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需要定义一些基本的属性 包括这个任务对立以及这个标记 那么任务对立呢是因为这个任务处理线程 它需要不断的从任务对立里面取任务去执行 我们任务在提交这个任务的时候呢 也是把这个任务给提交到任务对立里面去的 这一个就是任务处理线程基本的一些属性 接着是这个线程的处理逻辑 run这个方法 那么线程呢它需要运行肯定是有一些逻辑的 那么我们还需要实现这个线程所执行的逻辑 接着还有第三点就是线程停止的方法 stop方法 那么这个呢刚才我们也介绍了 我们是通过一个标记来实现这个线程的停止的 好的了解了这个实现任务处理线程所必备的一些功能之后呢 我们就来实现这个任务处理线程 来到pachamide1 那么这里面呢我们先创建一个文件 把它命名为这个pool 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将会实现这个任务处理线程 首先定义这个编码 然后呢我们就来实现这个任务处理线程 定义一个类 clask process fluid 那么它继承于这个python的线程 同样的是要把这个标准的cool给引进来 接着呢是这个任务处理线程的一些功能 任务处理线程 首先呢有这个run方法 然后是这个stop方法 然后呢是这个线程的构造方法 接下来我们就来把这几个函数一一的去实现 那么因为这个任务处理线程呢 它是继承于3的 因此呢在这里面我们需要调用这个负类的扩载函数 flit.flit.initself 好的 那么除了进行这个负类的扩载函数的init以外 我们还需要什么呢 还需要这个任务的对列 self.task 这个任务对列呢 表示说我的这个任务处理线程 需要不断的从这个任务对列里面 取出这个任务去执行 因此在这里面 我们需要把这个对列通过一个构建函数的参数 给传递进来 除此以外呢 它有一些 这些也是需要注意的 那么这些参数呢 可能这个负类的扩载函数里面也是需要的 因此呢我们把它传递到这里面去 对吧 除此以外呢 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这个任务处理线程 它还需要一个标记 这个标记是用于标记 这个线程什么时候应该停止的 那么这个我们把它命名为dismix flag 那么这个dismix flag呢 是常用的这个标记 在这里面我们可能在别的语言 如果看底层代码的话 可能也能看到这个dismix这个变量 那么在这里面呢 等于这个现成的一个event 好的 那么这样子呢 我们就把这个扩载方法给定义了 在这里面我们做几个注释吧 可能有些同学不了解 这一个呢 是这个任务现成停止的标记 下面的这个呢 是任务处理任务对列 处理现成不断的从对列 取出元素执行处理吧 对吧 这样子就是这个构则函数 接下来呢 我们来实现这个run方法 那么run方法呢 它其实是一个死循环 while true 死循环的从这个对列里面 去取这个任务出来执行 task等于self.task queen.get pop 那么这个task queen呢 在后面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其实是使用我们前面 所实现的这个现成安全对列的 因此呢 在这里面我们可以提前的 使用这个port方法 接着呢 就是我们需要判断这个task 是否为我们所定义的 基本任务对象 在这里面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task引进来 fromoperate system.task import 那么如果不是我们所定义的 任务对象的话 那么我们直接continue 忽略这个任务 对吧 如果是这个我们定义的 基本任务对象的话 那么我们就处理它 怎么处理呢 result等于这个task.callable 那么这个callable呢 我们在前面对这个task 进行实现的时候也介绍了 这个callable是任务基本对象 这个callable是这个 基本任务对象的 任务处理的具体逻辑 它是通过这个函数 调用引进来的 所以呢 在这里面 我们在这个任务处理现成里面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callable 来执行由函数引用 传递进来的实际的逻辑 那么这个实际的逻辑 就是在这个任务处理现成的 任务这个方法里面去执行的 因此在这里面 我们也做一个注释吧 就是说这个执行task实际逻辑 那么这个实际逻辑呢 是通过函数调用 引进来的 这个是特别需要注意的 可能有时候通讯很难理解 那么在这里面呢 老师通过这个注释 帮助大家去理解这里面的内容 好的 在这里面我们就把这个论方法 给基本实现完了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还是要做一个处理 就是我们需要判断 这个现成呢 是否被叫停止了 因此呢 在这里面我们需要判断 if self.dismiss flag is set 如果这个flag已经被标记停止的话 那么我们直接就break 停止运行这个wire循环 退出 判断现成是否被要求停止 对吧 好的 那么这一个就是比较完备的这个论方法 接着呢 我们来实现这个stop方法 那么stop方法呢 我们是通过这个dismiss flag来实现的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实现一个dismiss函数 self.dismiss flag.set 如果是调用这个stop方法的话 我们直接调用我们的dismiss 那么这样子 我们就实现了这个任务处理的现成 这里面主要有几个方法 run方法 stop方法 那么stop方法呢 是通过设置这个标记 来停止这个现成的 那么这种论方法里面呢 我们也会判断这个现成是否被要求停止 如果没有的话 那么我们不断的从这个task queen里面 取任务出来 并且执行 好的 那么这样子呢 我们就实现了这个任务处理现成 process fluid 这里面我们实现了这个 基本的现成执行逻辑论方法 以及现成停止的这个stop函数 接下来呢 我们将会实现这个现成词 现成词会包含一个 或者是多个这个任务处理的现成的 这个任务处理的现成的 新材料理的现成的 其他任务处理的现成的 最后的任务处理的现成的